上海的疫情牵动着全国同胞的心 从11号开始 我省商务 交通 供销等部门密切配合 会同大连 锦州 银口 辽阳等地 迅速调集生活物资 驰援上海 2300吨生活物资 昨天陆续起运 我现在是在位于沈阳的蔬菜调配现场 在我身后就是蔬菜的分检作业区 那么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每一个纵列 都是一条独立的蔬菜分检线 蔬菜的分检 装袋 再到最后的包装成箱都会在这里完成 像这样的分检线在这里一共有50条 每一个生产线是15个人左右 这样的话保证在6个小时之内 能完成300吨左右的业务分检 为准时完成任务 神府示范区组织了近千名志愿者参与分检 我们责成每一个专人负责每一项 这样的话在每一个环节责任落实到人头 保证分检的菜质量是有保证的 锦州北镇市启动了农业农村市场保工 交通运输三个专班 在货源组织运输畅通和交接便利等方面 实现无缝衔接 全程闭环运输 不论是北镇人民还是上海人民 咱们接手共进 共同战胜疫情 这里是迎口果树水产批发市场 这一批保供上海的100吨蔬菜 将通过冷链物流的方式 日夜兼程跨越千里送至上海 在保证市内供应工作的前提下 从河北安山通辽等地 采购大量的土豆 萝卜 甘蓝 这些新鲜蔬菜 圆满完成了这次援护的工作任务 现在是4月12号的凌晨1点 再过一会儿 满载辉阳人民申请后裔的300吨新鲜蔬菜 将从沈海高速 辉阳北站出发 奔赴上海 持援上海抗疫 为了保证安全 新鲜 顺畅 到达目击地 我们首先对车辆 在出发前进行了认真的检测 对相关的驾驶人员 进行了安全的培训 和防疫知识的一些传导 这里是大连市西港区的 援护物资调配站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从四周调节的物资 正陆陆续续地抵达这里 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们 正在进行的是分检作业 他们会将大包装的蔬菜 分检成每包十斤重的 方便领取的小包装 这次的爱心包当中 有黄瓜 辣椒 西红柿 芸豆 大部分是我们本地产的蔬菜 同时爱心包当中的白萝卜 脚瓜 茄子等 也是我们紧急从外地 钓鱼来打连的 为了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我们全城采用的是保温箱运输 水路 陆路 大约得需要20个小时 能够运离上海 我们调集了冷藏集装箱运输车辆 通过冷藏专用的运输车辆设备 确保这个蔬菜能够新鲜 保证质量 目前全省一共是182台车 2300吨的应急物质保证任务 同时我们协调了山东 江苏 上海等相关的交通部门 确保咱们这些道路通行顺畅 昨天上午 伴随响亮的汽笛声 满载辽宁爱心的货车 在辽宇大连湾新港码头 鱼贯驶入轮渡 启程奔赴上海 本次驰援上海 计划分为三批次进行 调运物资总量2300吨左右 首批蔬菜 大米 豆油等900吨生活物资 预计今天抵达上海 本台综合报道